那大家當然很多人都一直在期待 韓國瑜會出來 那佑正說他公投之前 想要找韓國瑜看他是不是能夠出來 其實公投那天我有找過韓國瑜 真的喔 對 因為剛好我姐姐 就是跟我聯繫說他有個同事 那他同事大病一場 然後大病出獄之後 快要回來上班 因為他是非常支持韓國瑜的人 那時候我們好幾次下高雄的時候 他都直接跑到現場來 那我姐說希望給他同事一個小禮物 就是如果在他大病出獄的時候 韓國瑜能夠給他一個小小的一小段錄音 可以給他一個很大的鼓勵 可以讓他更振奮起來 然後我就嘗試發一個簡訊給韓總 我想說他可能在忙或幹嘛 就是嘗試看看 我不確定他到底會不會回 結果他立刻就回 這個事情他 他立刻就回而且已經錄好 真的喔 對 哇 他是自拍影片還是錄音 他錄音 對 然後我就傳給我姐的 傳給我姐 我姐就傳給他 他同事了 那結果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我在友台 那天有講過這個事情 就居然傳承說我姐姐大病一場 我又不知道他怎麼傳了 亂傳一通啊 那所以韓國瑜真的是個蠻熱心的 我在這邊也再次感謝韓總 真的 真的就是非常熱心 我沒有想到他這麼快就會回應 那可是大家看到1月2號 他要在大安森林公園的音樂台 那邊辦見面會 對 這到底有什麼含義呢 是因為他準備要付出 因為國民黨實在爛到他看不下去了 所以乾脆喝杯出來 喝杯等一個人 喝杯就是喝杯等的人 我出來這樣嗎 韓國瑜當年不是人 有一句話很有名 喝杯等你 喝杯等你啦 對 那我知道真的很多人這樣希望 可是就我自己的觀察 我認為不是 我認為不是 因為第一個就是 他為什麼要出這本書 其實是他過去這一年來 做這些相關的慈善活動 關懷台灣的活動 做一個總結 那顯然他會出這本書 就表示這不是一個結束 我覺得他希望凝聚更多的能量 所以不然以韓國瑜來講 韓國瑜不是個患得患失人 所以他不會在臉書上留言說 就寫說他很怕書賣的不好 然後結果今天各大上銷排行榜 他都是冠軍嘛 所以他鬆了一口氣 我覺得韓國瑜 如果是為他自己的事情 他不至於這麼患得患失 所以表示 這個是他希望為公眾服務的東西 所以他希望更多人看到 那既然書能夠賣得還不錯 至少第一波賣得還不錯 那他辦這個見面會的話 應該成果就不會差 那至於剛 宥正擔心的就是說 如果人去太少 山立民事啊什麼 不是我 是輝文哥擔心 我要不要說是陳輝文擔心 我跟大家講啦不用擔心啦 不管人多人少 他們都一定會想盡辦法搞你 這是很正常的 對啦人多也會搞 你看萬丟垃圾 韓粉素質就是這樣 我跟你講人多的話很簡單嘛 你看這些韓粉 韓粉還是這個樣子 還念念不忘 反正怎麼樣他都會嘲諷你啦 所以根本不用去管他們怎麼想 他們怎麼做我覺得也不是很重要 那我是覺得 如果你還支持韓國瑜 那你那天剛好有空 有閒有空 有辦法過去的話 就去看一看他 你們也跟他很久沒見了嘛 我相信你們也很想念他 他也很想念你們 那大家能夠去一去 至少多一點快樂的時光 最近我們真的 聽到太多讓人垂頭上氣的事情 我們真的應該要 除了吃瓜的時候 一點興奮之外 其他都沒了 讓大家 讓大家開心一點 生活愉快一點 但是我個人認為呢 韓國瑜 這次應該不是在政治上要付出 但是 他應該是要在這個社會上付出 各位 這個兵哥講這個是非常深意的 在社會上付出 是不是代表 跟社會大眾台灣人有關的事情 他都會關心 不只公益 因為過去 他 是不是被罷免之後 他沉浸了一段時間 後來付出開始做公益活動 可是還是很低調 講實在話 就是每隔幾天發一個影片而已 也沒有真正的 除了少部分 因為他 他拍攝這個影片的時候 當然會接觸一些人之外 他跟一般公眾已經很久沒見面 所以這一次顯然是 我認為是另外一種面向的 韓國瑜的重感社會 也就是他以後不會再像過去這麼低調 他相對會高調 那可能有一些事情 他會比較 不會像公投的時候這樣子 只是錄一個影片 鼓勵大家投票而已 可能會發表一些意見 對我覺得他開始會發表一些意見 這就是大家期待的 對 因為 我覺得 他大概覺得這一年的陳前的時間 對他差不多了 所以他開始要轉換腳步再出發 可是我認為這個再出發 不是針對政治的 而是可能有更多的面向 更多他想要做的事情 因為大家幫韓國瑜想想看 他到了這個年紀六十出頭了 他也當過大官 也當過民意代表 也出過書 也曾經引起過很多風潮 那說真的 對很多人來講 這一生能夠過這樣一次 已經很不缺了 講實在話 絕大多數人一輩子是不會經歷過 他經歷了大風大浪 所以在我看來 我覺得他應該是認為說 OK 過去受到挫折沒有關係 他現在還是要再出來 因為韓國瑜會認為說 他自己還是有能量 不是只有在政治上 而是在很多層面上 可以去幫助大家 我認為他是這樣的一個想法 所以一方面 見面會除了讓很多自殺的人 一解思念之情之外 我覺得更重要的就是 他也想看看自己的能量 到底在哪裡 那這樣子就變成是 很多這個 外界人士揣測的 韓國要試水溫 如果人很多 他就怎樣怎樣怎樣 這個有可能嗎 我覺得如果持續都這樣的話 不排除 也許他會覺得他可以多做些什麼 對 因為人都是要受到鼓勵激勵的 如果每一次出來都是盛況空間 你看 韓國瑜當初為什麼 會去選總統 其實從某一個角度來講 都是我們害的 因為他走到哪裡去 大家都觸擁他都鼓勵他 那人被鼓勵久了就會想嘗試 這很正常的 所以在某一個角度上來講 就是我們害的 就是我們這些支持他的人害的 不是嗎 就是這樣子 那同樣的 韓國瑜會不會真的重返政壇 也是要看他 他不斷去做 也許他一開始做的 不是跟政治無關的事情 但是有一些更多 除了慈善之外 更多層面的事情 那如果越做越多之後 呼聲越來越大 他感受到了群眾的需求 也感受到 國家社會的需求的時候 未必不會出現 但是不會是在最近的時機 我個人認為不會 那有些人說 他要去跟新北侯友誼搶啊 或什麼東西 我根本是認為 這是非常荒唐的 我老實講啦 我會覺得 如果別的地方還有可能啦 就沒人的地方有可能啦 你說要去跟侯市長搶 這真的是 我說真的 這羅勢搬哪來的 狗猴如果不選 他很難不選啊 那如果不選就是2024 他放眼2024 所以不選連任交給韓國瑜囉 只有這個可能性 那兩個人要喬好啊 我覺得可能性很低啦 那你說台北市的話 台北市本來 大家都知道 差不多內定就會講萬安了 差不多就是這種狀況 他也沒有必要去跟一個後備爭 當然 那所以如果他真的要出來選 那看起來只有桃園啊 對啊 要不然就是新成立的新竹 新竹都 要不然就是這樣子啊 可是新竹 那這樣也是要給新竹限隊 楊文科選才對啊 對啊 因為他限任嘛 對啊 理論上是這樣子 但是我覺得這個東西都 在我看來 他現在根本不會有這種想法 照理啊 現在聲音 明年的 dein 還是 loün 雙 雙